剛剛的那個Input、Output的改一下 那改的部分我大概把那個最後改完的結果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要做出來的就是說 第一個 我在這邊輸入一個什麼 輸入一個 Cycle 假設啦 然後 指的就是我今天會有一個UIL 裡面指向有一個View 就是一支程式 並且我傳遞給他20好了 那我Enter之後呢 我把這個20怎麼樣 傳給 這個UIL 這個Cycle 他接收到之後呢 把結果Response 回來 Enter一下 那面積為 這就是我們要看到結果 其實也是一樣嘛 跟那個 剛剛Python程式差不多 只是說 你要了解那個輸入跟輸出的差異點 所以以後 可能要慢慢養成習慣了 到底改哪些地方 所以如果你已經 本來已經寫過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可以轉移到Jungle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棒的 為什麼 因為以前 如果你用其他語言來寫 要轉移其實沒那麼容易 很多地方要改 像Java要改成JSP 雖然有些部分是一樣 但很多地方 改的地方非常多 不像說Jungle改的比較少一些 但是你要知道原理原則就OK 好 這個是第一個 應該有印象吧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的 第一個 就是把後面這個傳給他 他接收到Print出去 那假設我要這樣的結果的話 標準化流程 1 你應該先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 先建一個 1 先在 View裡面有沒有 先建什麼 先建一個 View裡面建一個cycle 所以在這邊打一個DF DF裡面的話就是這個cycle 那request request要兩個 還有一個這個 所以request還有一個A 那A接收到之後的話呢 把剛剛的程式 其實貼過來來改就可以了 OK 那所以我們把那個 盡量還是標準化流程 2的話 增加一個什麼 URLS 所以你會發現啦 改來改去一定是先這個再這個 OK 如果你要表單的話 上面還有一個 就是做一個表單而已 好所以 這邊是兩步驟 表單是三步驟 以後的話反正就照這個 最好 我發現你們寫生最好是把那個SOP寫出來 你們就照SOP 保證不會錯 不然的話如果沒有SOP 你會講說 老師這樣好像也可以那樣也可以 最後什麼都 不會了 因為 好像真的程式不能好 太多東西 講太多你們可能會消化不了 好 所以這應該很簡單嘛 很單純 而且前面都講過了 只是 現在畫面切回去 請各位 把這個答案做出來 我看 應該 好 不過你要這種訓練喔 其實像證照考試裡面就考你這個 我給你這個畫面 你幫我把結果做出來 我給你邏輯 如果你可以在短時間做出來 OK 這是如果你們以後去 應徵工作 比如說你要應徵 Python跟Django 他就出這個題目給你 我這個畫面 這個邏輯 你幫我做出來 你就下一階段 面試就OK 相機比試部分 才有辦法 下一階段 不然其實 可能第一階段就沒有了 OK 所以 就要練功啦 應該不難 所以 標準化樂程 好 那我們先切到Django裡面 Django裡面的話呢 我們當然 之前已經寫了一個專案 我們就不見新專案 Logic Project 然後呢 我就把這裡面 Logic Project裡面的東西 我先把這個程式 這個我們剛剛寫的程式 除了這個之外 先關掉好了 我們標準化流程 一下不要開太多個 這個是剛剛RUN的 然後 把它放這裡 接下來先開個我的View 這個專案裡面的Views 這個Views裡面的話 請你拉到最下面 然後 這個先刪掉 把它恢復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呢 有兩個 這我剛剛寫的 先刪除 那我第一步的話呢 就是要把這個 搬到這邊 所以第一步的話 我就先打個Def Define一個什麼 假設我那個名稱叫Cycle 後面的話呢 要傳東西給他 所以傳什麼東西給他 我有時候偷懶 複製貼 上面有了 Request 這個 一定是Request 一個嘛 一定是一個 那如果我要後面斜線 再一個A的話 你就豆點A就可以了 表示說我還有第二個 如果還有第三個 那豆點B 我剛剛寫過了 不過我們只要一個就好了 接下來的話呢 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把它複製 Import 複製在上面 所以複製 Import 到哪裡呢 到最上面 這個 匯入一定要寫在上面 然後呢 底下這些程式 把它複製 到下面 貼上的時候 記得要縮排 因為 Python裡面 非常 強調縮排 即便 你那個多個空排都不行 OK 你不能說亂排 按個TAB 換下一切 那我的A 本來是Input進來的 那現在是從這邊進來 所以記得 Input把它改A就可以 那記得外面一定要包Int 為什麼 因為它過來一定是字串 那你字串如果把它拿來這邊計算 字串沒辦法做 字串沒辦法做那個計算 平方 字串的平方 它沒辦法幫你平方 所以記得這個Int一定要留 OK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丟給A 它計算完之後就輸出了 OK 其實基本上 1 程式都寫完了 還沒 還有什麼 Print一定要改什麼 改ReturnResponse 有沒有 複製一下 上面有了 如果剛好有 如果沒有 你給它自己打一下 自己打也不會很複雜 ReturnResponse Safe一下 該改的都有了 所以把Input從這邊過來 Output從這邊輸出了 但問題現在 你如果輸出 Cycle它沒辦法找到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一個網尺 所以呢 View之後第2個 請你開啟UIL UIL裡面的話 增加一個View 增加一個那個 對應的View給它 就這一行 那這一行之意上 我是怎麼 怎麼過來的 其實 有時候偷懶 不過偷懶你也不能亂偷懶 你要找對的 像我是拿這個 因為它是 後面會多一個 A的參數 所以拿這個 稍微參考一下來改 然後這邊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 這邊名稱 不過強調一下 盡量不要打錯字 同一個 初心的地方 通常是打錯字 盡量打慢也 不要打錯 然後再來怎麼樣 傳過來後面會有個A 這個指的是A 它可以用 這種規則表示法 表示我 這個Cycle 前面是指的是網址 網址後面有個Cycle 斜線一個A 然後呢 我要指向哪個View 那個View 那個View的話呢 就是這個Cycle OK 逗點Cycle 不過我建議這個Cycle 你盡量 自己打 我前面還有講過啦 你可以打一下 Cycle 現在還沒打完 這個時候Cycle就出來了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 你把它點兩下 它會自動幫你引入什麼 引入這個 這個Cycle 這個我先刪掉一下 也就是上面一定要把它加進來 如果沒加進來的話 會產生錯誤 這個多了 刪一下 把這一行也先刪掉好了 好 把它save一下 等於是說呢 我在 我的那個UIL 也加了這一行而已 其實就這一行 其他的話 剛剛好像多刪了一個什麼東西 是不是 多了一個左刮弧 對對對這邊 這邊刮弧 多了一個這個 OK 把它刪掉一下 因為你會發現 只要看到有紅色字 你就不能略過 不過你按save 他不會馬上消失 他大概會有三秒鐘的差 所以你不要以為 改了機會 沒有正確 就是他沒有馬上反應 好了之後的話 我們來run一下 基本上 這個應該蠻簡單的 就Enter一下 你假設我改一下 改30好了 Enter 他馬上出來了 改40 Enter 他馬上改了 OK 這應該沒問題啦 這是cycle1 第一個喔 第二個是 我如果希望 改成cycle2 然後後面的話用什麼 用問號的方式傳遞 問號後面加個a等於多少 這種 就是可以接待會的那個表單 因為表單一定要用這種方式傳遞 所以這個是方法2的傳遞 這個方法我覺得 也蠻重要的 尤其是跟表單串接 那可是問題來 怎麼樣 做出類似像這樣 Enter 現在Enter一定沒有 因為他 Page 他放 因為他 UIL 裡面沒有這個 也沒有view 所以怎麼辦呢 一樣的方法 2 先在views裡面 再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DEF 也是cycle2 所以 拖籃一下 把這個拿來改 好像比較快一點 這邊cycle2好了 Request就不用後面多一個了 然後但是你要以後要接的話呢 你可以拿這個 這個來改 這個 這邊的話呢 就變成說 我要接的話 變成用什麼 Request裡面的那個 Get方法 因為丟過來的話呢 一定是個 Request 點大寫的Get 再加一個 中瓜糊 裡面呢 就打一個 A 裡面給一個A 他就會幫我把那個 A給Get過來 OK 然後其實可以參考這邊 不過這是Pause 記得這邊 也是一定要是一個 字串 所以這邊把它放在裡面 Get過來之後的話呢 有沒有 所以這個東西 指的就是我們 將來 問號裡面的東西 剛剛有打個問號 就是這個問號 A等於20 所以20的話呢 會把它用這個方式傳給 INT INT20是一個字串 再丟給A 然後 乘完之後一樣輸出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基本上我們 Cycle2 跟Cycle 裡面最大的差異是 Cycle是用斜線後面再傳一個20 這邊不是喔 這邊是 在斜線後面加一個問號 A等於20 OK 所以兩者不一樣喔 不過下面這種方式比較重要 主要是跟表單可以串接 那我做完之後的話呢 一樣喔 再什麼 在URL 這Safe一下 再到URL裡面呢 增加一些東西 當然喔 你可以 拿之前的這個來改 ADD這個好了 OK 其實這個 然後裡面的話把它改成 Cycle2 然後這邊 這邊一樣喔 改成Cycle2 那我是建議喔 一樣啦 最好是自己打的 如果沒有自己打 你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把這個 複製 一個 去數到這邊 因為也是要 Import 這個東西 才會 如果沒有Import的話 它會出錯 後面的話 Name等於什麼呢 我習慣是用一樣的名稱 Cycle2 OK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完成了 UIL 所以View先建 再UIL OK 建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跑一下 如果程式沒錯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可以Walk了 應該可以看懂 這前面都有講過 所以我這邊講的稍微快一點 然後呢 我們就來執行 當我傳給 這個UIL裡面有Cycle2 傳了一個A 等於20給他 那Request裡面Get 接收到了 然後幫我處理完 Response出來看一下 Enter 結果就出來了 OK 所以 兩種方法 這兩種方法都很重要 而且前面都講過了 所以 請各位 把這兩種方法做一下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假設呢 我不希望從這邊 傳遞引述 我希望呢 把它改成什麼 假設啦 請輸入半徑 然後這邊一個按鈕 確定 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輸入假設20 一樣會帶出結果的話 所以會需要一個表單 這是待會要講的 所以請各位 如果可以你就先試做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Cycle是直接 用網址的 那個引述傳遞 那Cycle2的話呢 是用 那個 我們 傳遞 可以用那個requestget的方式傳遞 用URL參數 在 主題中 是 現場 看到 發 allow 有 不 來 中